上帝真的存在吗 这个小男孩从冰箱拿了一些食物 准备出门寻找上帝 妈妈知道后 告诉男孩上帝是不存在的 这次旅行你将一无所获 但男孩依旧坚信自己的想法 一连天真的走出家门 他独自乘坐地铁 来到一个陌生的公园 男孩坐在一张长椅上 准备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此时旁边坐着一个女乞丐 看到男孩手中的面包 饥饿的他眼神中充满了渴望 只勾勾盯着他手里的食物 男孩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将手里的面包分给了女乞丐 乞丐开心地接过面包 就这样两个不同命运的人 因为一块面包 开怀大笑了起来 就像是多年未见的好友一样 谈笑间男孩从背包里 拿出一瓶饮料给了乞丐 他非常惊讶 但又一脸欣喜地接过来 还一起开心地碰杯 这时男孩看了看手表 到了要回家的时间 他不顾乞丐身上的脏腕 上去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 离开时还恋恋不舍地挥手再见 回到家后 男孩一脸真诚地告诉妈妈 上帝是个女人 她很脏乱 但愿意听我讲话 另一边 女乞丐一脸开心地来到同伴身边 同伴问她笑什么 她说自己今天遇到上帝了 上帝是一个小孩 她愿意和我分享一切 你们认为谁才是上帝吗